我们看一下第三个词题 关于企业价值比较法 企业价值比较法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方法 来看下面的表述 说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 不一定这是美股税益最大的资本结构 前面就谈到过这个观点 说美股税益分析法 它有缺点了 没有考虑风险的问题 所以用美股税无差别点法 算出来的所谓的最佳资本结构 那并不是真正的最佳资本结构 下面我们就要计算一下企业价值 这个企业的价值到底等于什么呢 企业的价值它等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赞 第二个方面是股 对于股来说又有优先股又有普通股 所以具体的细分 这个企业价值V就等于 股票的适当价值S 指的是普通股 然后债务的价值 最后呢是优先股的价值 在这个地方 涉及到这些具体的价值 我们都计算的是市场价值 而不再关注 而不再账面价值了 确定的一定是市场价值 包括我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 那个权重也一定按照市场价值做权重 好了 看这三项到底应该如何计算 首先看一下股票的市场价值S 看下面的假设 说假设经营利润是可以永续的 股东和债务人的投入及要求的回报是不变的 将全部的净利润都分配给股东 当然在这个地方指的是我们的普通股 那么基于此 如果说你站在普通股股东的角度 你对这个股票进行一个价值的评估 你应该如何评估 未来的股利把它与折现 不就OK了吗 限制一相加 股票的价值就出来了 根据上面的假设 所有的净利润全部发给股东 所以作为股东来讲 他的现金流注 极为股利 极为净利润 由于经营利润是可以永续的 所以这个净利润 一直到永远持续不断 但是每一年都是相等的 即使 我们股利就等于净利润 然后每年都相等 形成一个永续年金 站在股东的角度 未来现金金流量 就形成一个永续年金 把这个永续年金求现实 那不就是年金再出一个折现率吗 当然他有说了 这个折现率那也不能变 对吧 因为股东也好 债权人也罢 他的一个投入 及要求的回报率不变 所以在这儿呢 股权资本成本 那也不会发生变化 好了 下面知道了基本思路 就要开始进行计算了 我们在这儿呢 净利润的计算 注意 一定要扣掉优先股的股息 因为我们现在针对的对象是 普通股 所以你看下面 普通股的市场价值S的计算 公司又出来了 EBIT减去这个利息 得到税前利润 再乘以一减企业所的税税率 得到净利润 再次就上 这 要扣掉优先股的股息 才得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那么对于分母这个地方啊 是股权资本成本 怎么算 用资本资产利润模型把它搞定 这样股票的市场价值不就出来了吗 那么债务的价值和优先股的价值呢 这个B和P呢 对于这两者我们就一般假定 假定 它的市场价值就等于它的账面价值 你比如说 像债务的账面价值 假设银行借款300万 还给银行咱就还300万 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两者假设 账面就等于它的市场价值 他们就好确定了 把这个快捷报表拿过来一看 马上就得到后面这个B和这个P 他们的一个价值了 这样呢 企业价值V 就这三部分市场价值 一相加 OK了 搞定了 那下面 如果说确定了 这几大部分 他们各自的市场价值 那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权重 就确定了 所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那自然就能够计算出来 对吧 所以先债务资本成本 乘以一减 企业所得税税率 再乘以债务资本的比重 再加权益资本的比重 权益资本成本 再乘以权益资本的比重 但在这个地方呢 没有考虑优先股 如果有优先股的话 那同样的 还要把优先股 给加权进来 就提醒同学们 一点 哪一点 这些权重 这些比重 这些比例 一定是按照市场价值 来进行计算 好了 我们看下面 这道例题 说某公司 年期数前利润 是400万 资本总额的账面价值 是2000万 注意 这说的是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为2000万 假设经利润 全部用以发放股利 无风险税率6% 资本市场平均 风险税率4% 告诉我 这个地方的风险税率4% 这是RM 还是RM 减去RF 这一定是RM 减去RF 是吧 风险收益率 所得最税率25% 假设 债务的账面价值 就等于 其市场价值 经过测算 不同债务水平下 全益资本成本利 和债务资本成本利 如下表所示 要求确定最佳资本结构 并计算 在最佳资本结构下 公司的一个市净率 收到啥 好了 咱们看一下这条题 对于这条题目来讲呢 下面这个表 告诉我们有五种具体的情形 那是 从上往下 对于债务 它的一个价值 在逐渐逐渐的增加 也就是说 从上往下 这个财务风险 在逐渐逐渐的加大 债务比例 在逐步逐步的提升 对吧 那 既然从上往下 这个财务风险再加大 所以 我们的资本成本 对于债务资本成本 和股权资本成本 实际上 它们都在逐渐逐渐的增大 你看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那 从8% 8.5% 9% 10% 随着财务风险的加大 它也在逐渐逐渐增大 那么对于股票来说 它的β系数 从上往下 β系数也在逐渐逐渐的增大 好了 权益资本成本这块 需要我们稍微算一算 比如说 以这个地方为例 第三种资本结构为例 它的权益资本成本怎么算的 无风险收益率6% 再加上 白大系数 直接告诉1.65 再乘以前面 告诉我们的平均风险税率4% 这样算出来 就等于12.6% 这数据都可以算出来 那我们的基本规则就是 如果说负债比例越高 财务风险越大 在这儿呢 我们债务资本成本在上升 权益资本成本 那也在上升 好了 你看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13.2% 同样用资本增加量模型 可以把它算出来 是吧 就是这个β系数 会有所不同而已 好 下面我们进行决策 首先 对于这个 企业的价值来说 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债务 第二个呢 是普通股 好 那么对于债务这块呢 它的市场价值就等于 它的账面价值 那么对于普通股来讲 我们当然要确定 它的市场价值了 好 你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它的第一个条件告诉 它的 稀碎潜利润是400万 请问 这个稀碎潜利润400万 会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 而变化吗 在这五个不同的资本结构下 请问 它们的稀碎潜利润 各是多少啊 有人说 等一等 我拿个计算器来算一算 一拿计算器 你又输了 前面不是反复提到吗 稀碎潜利润 是总体资产 所带来的一种收益 我管你资金来源怎么样 那资产就在这个地方啊 是吧 就像一个小门店一样 每天假设收入是500块 我管你这个小门店 是借过来的 还是你自有的 我不管你的来源 我只管你 这个小门店总体的收益 所以 在这五种不同的资本结构下 它的七岁潜利润都不变 依然都是400万 好 下面 我们来确定 这个股票的价值S 在这儿呢 文章们 简单的说两种情形啊 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呢 那就是 假设 假设 没有债务 全部都是股权 全部都是股权 来算一下 它的股效的上价值 股效的上价值 就作为公司的价值 就作为微码 好 打计算 来 我们来看看 假设这个企业啊 它没有负债 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 同学们想 没有负债就没有利息 7岁潜利润400万 实际上就是税前利润 再乘以1减25% 这是净利润 根据刚才的表述 我们股票的价值 应该是 净利润再出一个 股权资本成本 所以我们得出来 再出一个 12%的 权益资本成本 刚刚不算出来了吗 咱们说 这样呢 我们第一种情况下 股票的上价值 S就算出来 算出来 2500万 好 下面 我们要计算 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对于这种情况来说 这个加权平均 那太好算了 为啥太好算了 因为它只有股权资本 那就是12%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第二种情形 那中间还有几种情形 他们下去自己算 那是 当债务的上价值 等于400万的时候 债务的上价值 等于400万的时候 那这个企业的价值 怎么算呢 首先 这个V 等于S加B 那还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念 一念SB 这个不太好 对这个B来说 它的一个价值 400万 由于前面我们说 它的一个债务价值的 市场价值 就是它的账面价值 所以下面 我们就需要用这400万 它既是市场价值 又是账面价值 来计算 当期承担的利息 所以你看 S这一部分 先计算几利润 400万 再减去 再减去 我们现在呢 债务的账面价值 那也是400万 再乘一个利率 注意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计算利息 当然要乘一个税钱利率 看前面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税钱利率多少 8.5% 好 这样乘以8.5% 把这个利息给它扣掉 两者一扣 这不就是我们的税钱利润吗 乘以1.25% 这是我们的金利润 再除以 权益资本成本 多少 12.6% 好了 这样呢 这样就得到 我们第二种情况下 股票的市场价值 2179 再加上这个400 得到2579 这不就算出来了吗 那下面我们要看一下它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怎么算 我就直接看下面这个计算结果了 首先 两者的权重要用市场价值 我们公司总项市场价值2579 那么2579做分路 400做分子 这啥 这部分是我们债务它的一个权重 因为这400既是账面 又是市场 后面这部分呢 是股权的权重 在这儿呢 用了小小的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债务资本成本 前面税钱是8.5% 还需要乘以1减25% 得到它的税后啊 对不对 得到税后多少 这个数据 好了 这样呢 我们在第二种情况下 它的一个平均资本成本算出来 它的一个公司总价值算出来 好 接下来按照同样的思路 把这五种情形 它的公司总价值都算出来 你发现 公司总价值从最开始的2500 一直往上走 2561 2579 到了2579的时候 再往下走 再提高负债的比重 公司价值在下降了 所以公司的价值 它的一个变化 是这样的 先上升后下降 那么我们把这五种 具体的资本结构一比较 说 当债务的账面价值 或者市场价值 为400万的时候 这是最佳资本结构 因为企业价值达到最大 在企业价值达到最大 市净率怎么算 刚才我们说 最佳的资本结构在这儿了 在最佳资本结构下 市净率怎么算 市净率怎么算 来 先上我的思路 好 对于市净率的计算 它一定是市价 再除以每股净资产 好 再除以每股净资产 那么如果说 我们现在分子分母 都跟它成一个股数 分子分母 都跟它成一个股数 每股市价再成一个股数 是不是就是普通股 它的一个价值S 每一股市多少钱 再成一个股数 那是整个普通股的价值S 那么这个每股净资产 如果说再成一个股数 得到啥 那不就得到我们的股东权益吗 因为每股净资产 是股东权益出一个股数 它再成一个股数 得到股东权益 那么股东权益又等于什么呢 又等于账面的总资本 再减去 我们账面的债务 剩下的不就股东权益吗 所以 我们把刚才 所设计的相关参数带进去 在债务的市场价值 400万的时候呢 股下的市场价值多少 2179 这是S 然后呢 刚才我们前面说 公司总体的资本是2000万 去掉了400万的债务资本 所以在账面上我们的股东权益 还有1600 这样算出来是多少啊 让我拿着计算器 轻轻的一算2179 再除以1600 算出来一定是 1.3619 好了 那么其他的情形呢 也可以稍微再算一算 比如说吧 我们其他的情形 我把 我再挑一个 把这个数字给他们 稍微列一下 你比如说 我们第二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算到了市经历 那一定是股票的市场价值 2361 再除以总体的账面资本2000 减去我们债务 它的价值200 这样呢 得到第二种情况 它这个市经历 这不就OK了吗 好 这是这道题目 到此就高低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 这道单项选择题 单项题 下来关于资本结构 决策的方法 说法 不正确的是 选一 资本成本比较法 难以区分 不同融资方案之间的 财务风险的因素差异 对吗 对的 当然是对的 我们说资本成本比较法 实际上我们忽略了 各种资金来源的一个约束 我们也忽略了 各种资金 各种资本结构 它之间的一个 财务风险的差异 所以想A 说法正确 想B 美股虽议 无差别点法 没有考虑风险因素 是的 这它的致命缺点 没有考虑风险因素 但是尽量让金利润高 我们这个美股虽议就上去 想C 在公司价值比较法 确定最佳资本结构下 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是最低的 想C 这当然是正确的 公司价值比较法下 公司价值达到最高 最佳资本结构 在这种情况下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一定是最低 我们的市净率 一定是最高 两点 美股虽议 无差别点法当中 美股虽议最大的时候 企业价值最大 错误 这两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 所以美股虽议最大的资本结构 并不一定是企业价值最大的时候 所以这条题 正确答案 选递 它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看下面 再到多选题 某公司 稀税前利润是1200万 假设稀税前利润可以永续 该公司永远不蒸发 也不回购股票 经历润全部作为股地发放 负债的金额是800万 市场价值等于账面价值 平均所得税税率25% 保持不变 企业的税后债务资本成本为6% 诶 注意一下 税后税后 市场无风险利率是5% 市场组合的税率10% 白大西数1.4 年税后利息保持不变 悬议资本成本保持不变 可以得出哪些结论 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呢 这显然是公司价值分析法 一系列假设情况下 所得出来的相关结论 第一个 我们计算一下公司权益资本成本 咋计算很简单 资本上的那样模型 对吧 CAPM模型 走一个 无风险利率5% 再加上 它的β系数1.4 再诚意 注意 它说市场组合的税率10% 这一定是RM吗 RM 再诚意 10%再减去5% 这样呢 算出来应该是多少 12% 选用A 12% 对了 资本战略模型 现在就是特别熟练了 太熟练了 选用A正确 选用B肯定就错误 那选用C呢 公司股票的市场价值是7100万 市场价值怎么算 净利润再出一个 选用资本成本 净利润就得注意了 7税前利润 1200 再减利息得到税前利润 这个利息 用负债资金800万 再乘以利率 利率有啥 利率6% 再这样 得到我们的利息吗 不是 因为这个6% 它是税后的 所以你在确定利息的时候 转换为税前 再除以 1减25% 转换为税前 好了 这样来算出来 这是我们的税前利润 税前利润 乘以1减25% 得到净利润 再除以12% 算出来 那应该是 7100万 你应该是选用C 应该是正确的 应该是正确的 7100万 当然了 你这样的劣势 觉得算起来比较麻烦 你可以这样来 直接用1200万 再乘以 1减25% 再减去800万 再乘以6% 这样呢 也得到我们的净利润 这样 前面这个 税前利润 乘以 1减企业所得税税率 我们往往把它叫做 税前税后利润 税前税后利润 再减去一个税后利息 就得到净利润 好 这样呢 次于12% 依然得到7100万 好 接下来 选项地 是吧 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为11.39% 找算呢 来 7100万 这是它的股票的市价 再加上 我们负债的市价 那是800万 总体的 资本 分支7100万 这就是 股权资本 它的一个权重 再乘以12% 再加上 7100万 加上一个800 再来分支个800 这是债务资金的权重 再乘以 债务资金 它的一个资本成本 那就直接告诉了 税后债务资本成本 6% 一加权 选项地 OK了 选项地 正确的 所以这道题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C 和D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看看下面 这道计算分析体 这道题 同学一定跟上思路 这道题很有难度 ABC公司 正在考虑改变它的资本结构 有关资料如下 收入公司目前 债务的账面价值是 1000万 年利率5% 债务的市场价值 与账面价值是相同的 普通股 4000万股 每股的价格呢 是1块钱 所有者权益的账面金额 是4000万 与市价是相同的 每年 7岁钱利润是500万 所得税率15% 注意下 这是个高科技的企业 税率不是25% 是15% 在这儿呢 同学们还得注意一下 他说 所有者权益啊 它的账面金额是4000万 与市价是相同 所以 在这个地方啊 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 和市场价值 在目前的资本结构下 是相同的 那么 目前的资本结构是什么呢 目前的资本结构 那就是债 债比上股 就应该等于 1比4 对吧 1比4 对于债务 那是1000万 对于股权 那是4000万 所以 市场价值的角度来说 债比股是1比4 哎呀 这个负债比率比较低 怎么办呢 走 公司将保持现有的资产规模 和资产 稀税潜利润率 那么 这个条件说明 要保持现有的资产规模 就是后面 一顿操作猛如虎 回头一看 这个资产不能变 既然这个资产不能变 就说明 你到时候 债也好 股也罢 反正加起来 一定要是5000 对吧 就是说 我们的资产不变 资金的赞用不变 你资金的来源 那自然不能变 所以你要调啊 你债务如果增加 股权你就必须减少 并且你们是等量的减少 你们最终加起来 那一定应该是5000 不改变现有的资产规模 好 接下来 他要说 不改变资产 七岁潜利润率 这个指标 资产 七岁潜利润率怎么算 经过了第二章的洗礼 同样们自己 都能把这个计算公式 想出来 资产 七岁潜利润率 那不就是EBIT 再说一个资产吗 他想告诉你什么呀 告诉你 资产规模不变 分母不变 两者比例不变 分子 那自然也不变 所以换成 人化就是 这个企业 未来的七岁潜利润 是不变的 公司每年 将税后的净利 都分配给股东 预计未来的 增长率为0 就是他的股利 就等于我们的净利润 好 为了提高企业的价值 该公司 你改变资本结构 取借新的债务 替换旧的债务 并回购部分普通股 就要注意下这 这个操作是什么操作呢 改变这个资本结构 怎么操作呢 先取借新债 取借新债以后 我们有两个步骤 第一步 把旧的债券先还了 替换它 取借新债 产还旧债 如果说还有剩余呢 就再回购部分普通股 让我们总体的资本 倒是不变 这样呢 我们债务比例就增加 股权的比例就下降 走 可供选择的资本结构的 调整方案有两个 第一个 取借新的债务 总额是2000万 预计利率6% 好 请问 如果采用第一个方案以后 采用第一个方案以后 我们原来的债是1000万 原来的股是4000万 采用第一个方案以后 请问 这两者变为了多少 举借了新的债务总额是2000万 先把原来的1000万还了 这不还有一千万吗 还有一千万干嘛呢 还有一千万 我们就回购股销 所以采用第一个方案 实施以后 我们的债就变为了2000万 当然这是新债 我们的股呢 股就变为了3000万 因为少了1000万股 对吧 好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 取借新的债务总额呢 是3000万 预计利率7% 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 3000万的债务资金拿过来 把这个旧债还了 我们就有3000万的债务 当然这是新债了 还了以后 哎呀老师这个资产总规模不变 所以多出来的2000万 干嘛去把股票回购过来 所以呢 我们股票经过回购后 就还剩下2000万 这是股 这是第二个方案 好 不管你用哪个方案 最终我们的资产规模不变 总体的资本加起来 那都是5000万 第四个 假设当前资本市场上 无风险利率为4% 市场风险溢价为5% 题目条件分析完毕 来看他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 计算该公司目前的 全域资本成本和白大技术 这个全域资本成本怎么算呢 我们全域资本成本的计算 有三个方式 对吧 普通国资本成本的计算 有三个方式 一 资本资产电压模型 二 鼓励增长模型 三 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 在这的题目当中 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 直接去掉 不可能用它 因为没有告诉 相对于本公司债券的 收益率的这个风险溢价 没告诉 所以债券收益率风险调整模型 咱不能用 那能不能直接用资本资产电压模型呢 让你计算它的β系数 说明这个β系数 这个参数还没确定 所以你资本资产电压模型 你也不能用 咋办 咋办 不还有个模型吗 鼓励增长模型呢 鼓励增长模型 计算它的一个全业资本成本 计算公式走一个 第一 再除以P0 再加上增长率G 对吧 还记得吗 我相信 朋友们应该要记得 当然 在这题目当中 没有涉及到什么筹资费的问题 别管了 好 我把这个计算公式写在这 那么接下来 这个计算公式要用起来 那到底应该怎么用 我们看前面的条件 前面的条件 他说了 说啊 所有的经历认都发鼓励 既然所有的经历认都发鼓励 那么可以得到 对于我们的鼓励 就应该是 每一股鼓励 就应该是每一股 收益 是吧 每一股普通股 全部都发鼓励了 那么前面呢 他又告诉 说啊 我们这个企业 站在目前的情况下 面向未来 一切都是永续的 一切都是永续的 所以 它的净利润的增长率 皆一就等于零 所以鼓励的增长率 那也等于零 鼓励的增长率 也等于零 好了 下面 我们开始进行计算 首先 你要计算出 每一股鼓励 每一股鼓励 就等于它的每一股收益 那么每一股收益 先算出来再说 美国税也怎么算 他说 每年的税税前利润 是五百万 行 税税前利润五百万 再减弃我们的利息 现在 我们债励的账面价值 是一千万 它的一个利率多少 找一找 这个利率多少 利率百分之五 把这个利息给它扣掉 这也是我们 目前的税前利润 再乘以一减百分之十五 不是百分之二十五 这得到净利润 那么净利润再除以 普通的股数多少 它是四千万股 这得到每股收益 由于净利润全部都发股利 所以这个每股收益 即为每股股利 这不就是每股股利吗 每股股利 再除以现在股票的一个价格 多少 一元每股 这要是前面的一部分 再加上一个增长率0 这样就用股利增长模型 来计算出它的权益资本成本 可以了 这不就可以了吗 好 这样呢 我们算出来是多少 算出来 那应该是9.56% 应该是9.56% 接下来 要计算它的别大系数 大家们再想 现在这个权益资本成本 算出来是9.56% 算是9.56% 那么我们能不能用 资本资本质量模型 把它再算出来 可以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那应该是 无风险收益率4% 再加上 我们假装知道 这个别大系数 带个位置 才能在这 再乘以 刚才说 市场风险溢价 是5% 这样呢 也得到 它的权益资本成本 前面是权益资本成本 后面 那也是权益资本成本 这两者 给它来个等号 行不行 行 很行 这样呢 我们得到 别大系数 1.1120 OK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要求 原来同学 这第一个要求 这个答案没看懂 是吧 实际上 它用的计算公式 就这一个 由于 我们的净利润 永远都不变 所以这个第一 就无所谓了 每一年都一样吗 对吧 好 往下走 下面 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要求 计算该公司 无负债的 别大系数 和无负债的 权益资本成本 好了 下面 有一个提示 说根据账面价值的群众 来调整 别大系数 刚才 我们计算出来的参数 这个 1.1120 这是 在特定的资本结构下 所呈现出来的 别大系数 它一定是一个 别他 权益 现在 通过别他权益 来计算 他的别他资产 这叫 什么过程呢 这叫卸债 是吧 我们把刚才 别他权益 卸债 他的财务杠杆 那么就应该是 用 刚才多少 1.1120 1.1120 再除以 1加上 1减15% 再乘以 目前的资本结构 债务资本呢 是1000万 股仙资本呢 是4000万 好了 这样 不就卸债 别他权益 得到我们没有负债的 别他资产 算出来 0.9170 下面要计算一个 没有负债的情况下 它的权益资本成本 那直接再参数呗 无风险收益率 再加上刚才的 别他资产 再乘以5%的 平均 风险收益率 这样呢 在没有负债的情况下 这个权益资本成本 也确定出来 8.59% 好 看一下第三个要求 计算两种资本结构 调整方案的 权益别他技术 权益资本成本 和实力价值 那这两种方案 咱们都得算 首先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方案 举借新债务的总额 是2000万 那么预计啊 它的一个利息率是6% 好了 第一步 要计算方案一 它的别他权益 这个别他权益 怎么算啊 在刚才 别他资产的就算 给他 给他进加载杯 是吧 别他资产 0.9171 0.9171 再乘以 1 加上 1减15% 那么对于第二方来说 它的资本结构 负债比权益 有多少 2比3 前面念题的时候 就进行了分析了 我们发行新的债务 是2000 还了原来旧的1000 还剩下1000 我们回顾股销 所以股销 从4000 降到了3000 好了 这样算出来 算出来是多少 算出来是 1.4368 那么 1.4368算出来 根据资本上的 这个模型 又来计算 它的权益资本成本 11.18 好了 下面 权益资本成本有了 我们要计算 实力价值 用权益资本的价值 加上 债务的价值 得到实力价值 是吧 来我们看一下 权益的价值 权益的价值 它那个计算 就相当于 我们之前 股票价值的评估 用净利润 再出一个折现率 那么 在我们的 第一个资本结构 调整方案下 我们的 7税前利润 那是不变的 还是500万 再减去 第一个方案 新债务的总额是 2000万 预计的利率 6% 再告诉了 条件 所以这样呢 是第一个方案下 括号里面 它的税前利润 乘以 1减15% 得到第一个方案下 它的净利润 再实力 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权益资本成本 OK了 这是权益的价值 有了 权益的价值 再加上 我们债务的价值 债务的价值多少 2000万呢 就等于 它的账面价值 所以在第一个方案下 它的实力价值算出来 4889万 下面 第二个方案 我就稍微写的快一些了 第一步 算它的别大权益 在别大资产的 就是算了 进行加载 那应该是 0.9171 乘以 1加1减15% 对于第二个方案来说 它的债务变为了3000万 股权变为了2000万 这样呢 我们算出来 它的别大系数 2.0864 2.0864 那么第二步呢 资本账内药模型 我就不再多说 4.5% 无风险利率 加别大系数 再乘以 市场平均风险收益率 好 那么权益价值呢 7岁减利润 再减序 它的利息 再乘以 1减15% 得到净利润 再随于权益支付成本 得到权益价值 实际上就是 那个股票的价值 S的一部分了 再加上 它的债务价值 总共现在是3000万 这两者相加 市值价值4708 好了 这是第三个要求 第四个要求 判断 是否调整这种结构 如果要调整 那选哪个 一顿操作某种虎 回头一看 哎呀 两个方案都不行 为啥 因为我们目前的价值 就是5000万 你两个方案 调整来 调整去 咱们的方案1 最终实际价值4889 方案2 实际价值4708 调来调去 越调越抽抽了 本来原来是5000万 你调来调去 还不到5000万 所以就不要费那个价了 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 你就不需要调整 这个资本结构 到点下班就行了 不要再去想 什么方案1和方案2了 好了 谈到这儿呢 我们这道题 也就到此结束 再到题目结束 我们到第二集 关于资本结构的优选分析 也就接近尾声 资本结构的优选分析啊 第一个 要注意下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 给你们容易区分 第二个 三种具体的分析方法 加权平准资本成本比较法 比较简单 但是呢 它没有区分各种筹资方案的财务风险 那么也没有考虑各种筹资方案在数量和比例上的一个限制 那么第二个呢 是美股收益分析法 美股收益分析法 要计算 美股收益的 无差别点的 西水前利润 那方程要汇集 下去啊 把课堂上的题目念一念 那就行了 第三个呢 是公司价值分析法 一般情况下 我们计算S 和这个B S的计算呢 一定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基础上的 对吧 这个经营利润可以永续 投资人的回报是要求不变的 那这样呢 我们用净利润直接再除以 它的权益资本成本 得到我们的S 股权价值 好了 谈到这儿呢 我们第二题 关于资本结构的优选分析 就要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